你好,我是王敏,大家早安安,晚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特备节目《正向分析十钟序》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网络》片子部《正向部沙烂器》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志陆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读一读《网友》的留言 Jenny C 说 看初步信息已经知道事情很严重 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觉得可以保释 所以不严重 其实《起诉书》里面有一些细节 我觉得是值得说的 今天早上和昨晚都有提及这件事 这件事其实对海外的中国人 或者是外籍的华人 也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海外中国人 或者是外籍华人 这件事你一定要密切留意 这件事其实里面有一些细节 你会看到它是不是拼生猪肉 应该会真正深入讨论 究竟英国人是否拼生猪肉 还是究竟是有什么事情搞出来 其实这件事 现在知道的讯息是越来越多 这三个被告全部都可以保释 没有说要扣查这些事情 加渐成就又出国际 其实特区政府 超哥加菲尔以来 搞太多国安有关的事情 现在这些是反誓来的 我的看法是 这些是反誓来的 有些事情搞得太多 搞得太准 没办法的 这些必要的代价 大家一起付出 现在当然我认为 特区政府现在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保住住外的经济贸易办事处 不可以被人将间谍活动 和经济贸易办事处在一起 这是现在最大的风险 英国这样做一会儿的时候 其他地方 其实早就已经有声音了 还有他们那些 海外香港人团体 其实一直都有呼声 就叫他们所在的国家 封闭了香港驻外的经济贸易办事处 其实他们一向都有这样做的 现在这件事情 就给了他们更好的理由 去选择 这些事情其实很麻烦 之前有个阿姐叫叶刘淑仪 就说海外经济办没有用 关了他 其实你是不能关了他 其实根本这些 经济贸易办事处 如果你要做八大中心的 可不可以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刚才你不能关掉 那些经济贸易办事处 而且你要跟商界民间的人联系 你不可能 把东西都掩盖 是不可以这样的 阿斯就说 同行与同行 国安如国安 就要看哪家强 现在很麻烦 这件事情 这样搞一搞 其实海外唐人也是很麻烦 所以我会说多些 有些人就说 何生何太那些 何伯和何太那些 新何太那些 没什么值得讨论 但是那些人关心的那些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严重影响 海外唐人的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真的很多人关心的 那Line K88 就说如果不切割 真是说不清 现在很烦 这件事情 是真的很难处理的 你可以完全不理他都可以 特区政府可以鱼鸟政策 完全不理都可以 但是你完全不理他就被人压住 因为 其他那些 有香港驻外 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地方 现在也是有风险的 其实就是 那 小南就说 在别人屋蝉下 怎可以不低头 还要被人找到证据 其实 有些媒体报了一些 信息出来 是确认了我估计的 第一件 我说捉了这三个被告的 这三个被告 全部都是英籍 真的 三个都是英籍 那两个唐人 即是袁从彪 和Peter White 他们这两个人 就是 雙重国籍的 有英国和中国 雙重国籍 有些事情我都说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要小心一点 他有雙重国籍的时候 英国政府 被告他的时候 就不是因为他的国籍而告他 不是因为他有中国籍而告他 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 之前我提到一件事 你留意一下 外交部的声明 里面有说 中国人 但标准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雙重国籍 你就是中国 就不会理会 在海外的中国人 尤其是被告的时候 这是一向的惯例 如果你是雙重国籍 你在外国被告 有关的间谍 那些什么 中国不承认雙重国籍 技术上是中国不承认雙重国籍 那 你有中国籍 在英国有中国籍 是不会理会你的 现实就是这样的 也要多谢 Garfield Liu 你的支持 KW Wall 就有超哥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超哥可能真的不知道 可能他超哥可能真的没有说谎 我不会说百分百没有 待会被人 撿到手照 就麻烦了 但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不关超哥的事 这件事 他们这三个被告 5月1日的时候 原来他们真的做过一件事 就是闯入民居的行动 结果坏了 被当地的警察抓了 那些人 他们的说法 不仅是那三个被告 也是说那次行动 帮人收货 这件事 就是跟他们说的 一个女人诈骗 和偷了两家香港公司 一共一亿六千万的资产之后 移应 那 今早就有说了 帮特区政府打工的人 叫远崇彪 其他两个人 其实他们有搞保安公司 但他们是副业 他们自己有份工作 他们在英国政府 两个人都是英国政府打工的 一个人在机场做 做Border Force 即是姓魏那个 是帮机场做Border Force 在汽舌路机场做的 另外那个Matthew Trickett 他原来是帮英国移民局工作的 不过他自己又开了多一家保安公司 其实这些细节今早都有提到的 这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 他被人拘捕了之后 即是袁崇彪被人拘捕了之后 立刻说我没有做帮外国情报机构 没有做境外干预 这个指控很严重 这个袁崇彪很震惊 这件事 很有趣的就是 那个Matthew Trickett 他的公司叫MTR Consultancy 他是主宅执行监视行动的被告 他被人拘捕了之后 他就说自己是帮香港经贸办做事 并且收钱的 那这就麻烦了 我其实今早说的事情可能是真的 我猜的 因为今早没有资讯 今早我也是猜的 就是 那个事件的主要被告 袁崇彪 看起来 他是有利用职权 去做一些私人事 因为他们现在说的 收数是私人行动 但是 结果有证据 现在根据起诉书说的 他们有证据 就说 Matthew Trickett 收的钱 就是香港经贸办给他们的 就连Matthew Trickett 他自己都说 他是 帮香港经贸办做事收钱的 他是自爆 这件事很奇怪 所以我就说 现在看起来 真的好像袁崇彪 拿了特区政府公家的东西 去做私人事 所以今早说的东西 也是开口中的 其实是 香港人民说 这次真是大麻烦 在英国的华人都受连累 是一定的 所以这件事很麻烦 为什么我会多说一些 其实我们很多蜂友 根本就不是住在香港 根本就是海外的中国人 因为我们看到数据 听直播节目的蜂友 大部分不是在香港 其实 好了 这件事有些很有趣的 就是 《起诉书》里面 他有提到一个阿姐 叫Monica Manki-Kwong 即是可以叫他 扩文旗 不知道是什么人 他就说 他在一家 叫Yearshine Investment Limited 的公司 偷了1.4亿港元 又偷了 2,100万的资产 接着透过B&O 计划 去英国 这个扩文旗 知道他在香港 法庭有针对他的民事訴訟 那 香港的警察呢 也曾经去过 他在香港的住址 这是《起诉书》里面说的 那警察呢 这是香港警察做的事情 就要求他母亲劝他回香港 但这件事是民事訴訟 你问事情 为何香港警察会做事呢 这件事呢 我认为 不是真的 香港警察去了 这个扩文旗的地址 而是 有些退了休的警察 去做事 但是呢 对外就说自己是警察 现在越看越似是这样的 因为正常来说 民事訴訟 警察是不会介入的 但是这件事不是这样的 这件事很奇怪 这个扩文旗之后 就知道他自己和家人 成为了香港的目标 好了 有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呢 又是有趣的 叫Wing Chuck 他是在英国住的 是退休的香港警察 又是袁重彪的朋友 他透过袁重彪 想帮一个叫Tina Jow 的客人拿回 被人贴了的钱 现在你看到这件事 就像这个扩文旗 和Tina Jow 其实私人有诉讼 但是呢 Tina Jow那边 找到退休警去帮他做事 他就找袁重彪去帮忙 袁重彪做这件事 他也是和他经贸办的工作 是没有关系的 你看看这件事 为什么我 说有些政客他出来说的 或者有些所谓的外国者 出来说的 根本呢 他是胡说的 差不多搞得特区政府 水势都不清 但是《起诉书》里面 其实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今早我说 喂喂 现在这件事 可以帮特区政府处理了问题 真的有点像是事实 就是 袁重彪 他做的事 根本跟他经贸办的工作 是没有关系的 他这件事是没有关系 经贸办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完全切割的 你可以看到 是可以完全切割的 衰腾经一说 退休警做part time 收捕 这么恐怖 他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在香港 一直都有退休警做收捕 你不要说是恐怖的 是一直都有的 即是退休警察去做收捕 去做私事 帮人解决一些 正途未必能解决的问题 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 那 荷里沃就说 这次就算是中央也搞不定 中央现在是被这些事 搞得一身伪 这些 这些 很老实说 这些是香港 特区政府自己都有责任 他那个经贸办聘了人 为什麽 那些人可以自己去做些私人事 为什麽可以做些私人事 我觉得没有所谓 但是 你是不是有需要做dual diligence 你请一间这样的公司 帮忙做保安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dual diligence 去请这些人 现在看上来是没有的 其实是 所以这次是很大件事的 这次是 不是那麽容易处理得到的 好了 好了 在今年 4月30日至5月1日期间 次被告韦智良 韦智良 韦智良 又叫Peter 以及第三被告 Matthew Tricket 他针对抗民旗的住所 就做了一个 这是控诉书那里说 是恶意监视 其实是不是恶意监视 你要在英国收数的话 其实你是要 做一些法律程序 你不能够就这样叫他还钱给你 你不是这样的 你要做一些法律程序 如果你要 追讨抗民旗 在香港收费了的钱 你要在英国做法律程序 结果他当然没有 他当然没有这样做 而且 一个人他走了去英国 你打算 随便监视一下他 就可以把钱拿回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 他们这两个人 是借机有市 这个抗民旗开门的 就说 电标坏了 要进去维修 那这个 慧智良 和Matthew Tricket 就用特制的内窥镜 伸进了门口那里监视 甚至 这两个被告之后 在门口那里倒水 就说有渗水问题 所以要开门 其实 是狗说的 其实 这些 在起诉书那里说完 其实还有证据 在起诉书那里 其实还有就是那些 手写的笔 就是这个 tricket 他有一个用手写的 memo 就留给那个抗民旗的 现在变成了证据 两个人在行动期间 这个就是糟糕的地方 袁崇彪 有WhatsApp 他有指令和查询 譬如里面说了什么 Shit Successful 打个民旗合 成不成功 现在什么计划 希望今次做得到 Hope this time works 这件事情 其实 我就告诉大家 是很糟糕的 就是这样 隋藤景一就说 以前做过信贷部 看到很多警察欠债严重 很多赌债 警察是很难赌的 如果以一个行业来说 警察是很难赌的 他们赌场的数量是特别多的 警察是 这是现实 我不是一触高打一船人的 比例上 他们试赌的人是多的 这是没办法的 KFC2.0就说 好做不做 走去做非法收据 碎了上屈人 其实他 这个 袁先生 他有些职业道德 在这一部分 因为他被抓了之后 他说不关情报机关事 他只是帮朋友做事 这些事情 跟他在经贸办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被抓了之后 就把自己的委任证 扔出窗外 什么委任证 不知道 但是有委任证 第三被告 就是Matthew Tricket 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扔委任证出去的就是 魏智良 第三被告Matthew Tricket 被警察包围的时候 他做一件事就是 把手机收在自己的底褲下面 即是扔扔碰到电话 袁重彪 就是在5月2日凌晨4点被抓的 当然还有其他人被抓了 还有8个被抓的人 那8个人 就没有告他们 Release without charge 袁重彪说 针对扩文旗那件事 其实是一个退休的警察朋友 叫他帮忙 他是联络人 而已 这件事跟经贸办的事没有关系 他也否认跟任何情报机关有关系 我也不认为他跟任何情报机关有关系 这件事 现在 扔了到情报机关那里 其实 有些事 是英国人 我认为是夸张了 扔了到情报机关那里 但是 有些事也是解不通的 为什么说有些事也是解不通的 因为 这个 这个 袁先生 和这个位置量 他们是有金钱瓜葛 而这些钱是由 经贸办那里出的 这些是 可以看到的东西 他们可以trace得到的东西 其实是 Lion King 88 他就说 Just the beginning 可能只是开始 这件事很复杂 也多谢Lin Steyerner的支持 殉坤就说 是不是廉记管不了英国这么远 香港这么多发盲 收数要拿牌的 通识科没有教法律知识的吗 他当然 这件事奇怪的地方就是这里 现在你说的是收数 究竟是不是收数这么简单 为什么 在香港 这是根据英国的起诉书说 会有人自称警察去找 一个牵涉入民事官司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有很多问题 现在你看到 有些人在香港 现在玩的 做的 是 已经是连累国家了 这些事情 其实我早就说 香港是有这样的秒头 不过我也是 坏乌鸦口 开口中 很多东西都是 其实 袁先生 他说 英国对他提出这么严重的指控 他很惊讶 很惊讶 他帮朋友做事 他一直都喜欢英国 他一直表态 他跟英国的警察说 袁先生说 他自己以前都是在香港打工的 打做警察的 在警察那里做了37年 55岁 退休的时候 就是高级警司 跟老婆和子女都在英国住 相比在香港他更加喜欢英国 他说自己没有隐瞒 他说自己没有隐瞒 不过他之后 他就只是提供由律师准备的书面后供 他就没有回答那些有心设计的问题 他就说人家的问题是有心设计的 那当然是的 你被抓了之后 他问你那些问题 全部都是 等你出错的 等你回答那个人出错的 他之后改了 只是提供律师准备的书面后供 他就说被人击留了五天 就很累 他书面后供就说 要澄清经贸办的工作 他就说 所有保安工作 都是透过次被告去安排的 就是 找这个威次量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 很奇怪 如果你是 处理保安问题 这是经贸办的 你要记住 这是经贸办的保安 你会不会找一间 就是 one man band的公司去做 one man band的公司 不是不能做的 但是 你要处理完经贸办的保安 就有个问号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是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 2019年后经贸办外面的示威增加 那么 需要知道有示威 就作出保安安排 那他们怎么可以知道示威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要 请个人去看住 要提升保安安排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是在 Facebook Instagram 追踪了他们 那些 那些 走到英国那些 会出来示威的那些人 就像 郑文杰 揽炒巴 就是刘祖迪 那些 诺冠聪 你跟着他们的 Facebook Instagram 公开的讯息 已经可以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示威的了 那你也可以请个人去做的 我也不是说 不能请得 是可以的 不过 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 来到这一步 其实已经有些事情很奇怪 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 看起来好像是 而且我看到 那个起诉书里面 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根本 为什么我说英国警方是小题大做 或者英国政府是小题大做 他们说的那些事情 根本跟蓝丝群组说的那些事情 是类似的 英国警察 他跟其他被告有关 信息的联系 他就说是chit chat 只是这样吹一下水 他吹水那里 他也有说黄色经济圈 那些事情 是不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 境外干预那些 还有 为什么 他又有问 警察 为什么袁先生 对BBC女职员 Joyce Wong 又有兴趣 这个 袁重彪就没有回答 不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有些事情 老实说 你被人问 你保持针默 不是不行 但是 有些事情可以很简单回答 你不回答 其实 对你之后 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有时候 什么都不要说 被人抓了之后 什么都不要说 这个是律师教人这样做的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 就是 如果你连这些简单的 比如说BBC女职员 Joyce Wong 为什么有兴趣 很简单 你说她是美女 就行了 觉得她很铁 美女 所以我关注她 有兴趣 那就行了 你连这些 你也不回答 那别人当然可以 说你有隐瞒 是可以这样的 其实有些事情 问你 你应该对这个人有兴趣 其实有些事情可以回答得很表面 他当然会有其他设计的问题去追问你 但是你回答得很表面之后 你就可以霸给人听 你是没有隐瞒的 接着 警察又问 袁重彪 他和George Lee的关系 他说是朋友 他和情报机关是无关的 但这些事情他说多了 为什么说多了 在这些事情 他公开出来的信息 其实袁重彪有些事情都说多了 他是朋友 他就是朋友 你怎么知道他和情报机关是无关的 你是不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 袁重彪就说 英国警察就开始 拆生猪肉 捏造案件 他用了六天的人力文令 查他的案件 要求警察交代原因 这样 说到这里就休息一会 因为这件事 后面还有些有趣的事情 很疯狂的 KW王问了一个问题 做经贸办 还要做兼职 我告诉你这件事很奇怪 有些工作 他根本是会写明 没有经过你 因为主要的雇主 找他 你不可以有第二份 第二份 我的理解 在很多地方都是 如果你在 机场做 border force 你只能够做 border force 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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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政府批准的 跟Matthew Tricken的案件也是一样 他本身已经在移民部工作了 如果他要做多一个第二份工作 理论上 英国政府要批准才可以做第二份工作 或者自己外面开公司 都是要他批准 很简单的 你随便做一份很普通的政府工 做个工程师 你在外面再接生意 你也是要Declare 所有事情 而且你要Declare 你的客人是什么人 我相信这次 这些手组 他们那两个次被告 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 一直有些事情隐瞞 其实这次 已经是 有些事情做到 都已经有些事情 我不是说 这些事情 是等于 香港的经贸办友 牵涉到这些情报工作 不是 而是你基本的那些事情都没有做好 究竟你 如何聘请其他人 去帮你的经贸办工作 不知道 还有没有做Declare Diligence 他们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为什么可以聘请了两个 打英国政府工的人 严格来说是两个打英国政府工的人 就在你特区政府的经贸办那里 搞保安工作 其实这些是很奇怪的问题 你想想 我举个例子 在外国的中国领事馆 他会不会聘请 一个在外国政府那里打工 在其他工作的人 去负责中国领事馆的保安 是不会这样的 你想想就知道 不是这样的 一定不会做这样的 所以这件事 奇怪的地方就是 这里 好 那 殉昆就说 退休还是高级警司 回归后 没什么点声 超哥都升到副处长 我朋友都指挥官 他应该是暖英 那 暖英的人 为什么又会聘请了他做经贸办呢 我不是说 你聘请人 一定要聘请忠诚的人 但是你看看这件事 很多东西很有趣的 那 查理英就说 最重要的是没有利益冲突 不会损害他本身范围的客人利益 这个当然 这是肯定利益冲突 但是你要declare 很多东西也是 就算 这个威次良 Peter 喂 他去接这件事 接特区政府这件事 他都要declare 他自己在其他地方做什么 是不是 水藤经一就说 懷疑经贸办有无间道 不知道 但是 bic fact one 就是死口不认说英国 诬猎特区政府搞定 有些东西 特区政府是一定要切割的 其实 你无不诬猎 也不是很关你的事 只要牵涉你那部分 你可以说我是诬猎 但是其他人做的事情 其实你要说不知道 还有 可能经贸办也是受害者 根本就是拿了经贸办的钱 去接私帮生意 看起来疑似就是这样 也多谢Jason Tam 你的支持 好了 算了 我讲到这里休息一会儿 回来真的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一下 其他的奇怪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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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